噢 掉 噢 掉 哇 看到什么摇什么 走 走 哦呦 小黑如一只 掉 掉 诶 真的都是姐夫啊 姐夫直接用到的 让我放进去 下去好啊 来了来了 走 嘿咚咩咖 今天又来花钱了 我的换换针又发作了 今天想要来找两把钓竿 一把是Tura La Pimenta 55 那另外一把是Tura La Jet Set 61C 因為我家附近的水溝出新的大水黑如 我估计应该是台风出大水 把养殖場的鱼都冲出来 那那边场地其实非常狭角 所以我需要这两把短小金干的竿子 只是我在很多钓具店问都没有现货 而且要订的话要等几个月 这个人比较急性子 所以我最后在日本雅虎牌卖 找到这两把钓竿 好那我买日本的东西我都用代购平台 这次是用My Day 前前后后大概省了一万多块 大概代购日本雅虎 日本乐天 eBay amazon的东西 那用代购王好多就是五湖四台的东西 都可以帮你买回来 你只要一键下单之后 在家调卡链水区等东西来就好 剩下物流啊 通关那边 My Day 这边会帮你处理到好 好来 晒单一下 等东西到再帮大家开箱一下 好啦 哇 终于到了 这两把钓子真的很帅 我觉得Tura La Gang的就是优雅 又不是战斗杆 但你拿到这杆子 就好像在拿金瓶的感觉 好那实际开箱 我在钓鱼的过程中 再帮大家仔细开箱一下 那最后再提一下 买在这边有专人意价服务 人家说隔一个语言如隔山一样 这边有专门的人 可以帮你跟日本那边的卖家做一些协调 有机会可以买到这更便宜的东西 好再来 再长的钓竿都可以做运送 只要你喜欢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还有很方便的物流追踪 这个东西在日本 在台湾 还是在海关 都可以一目瞭然 金流部分也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看到你喜欢的东西 直接下单就好了 尤其是现在日币贬值 是时候买一些好东西了 猫咪你怎么看 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水沟 四周环绕的都是山 这个环境非常清幽 好啦那今天希望这两把都可以开火了 好大家先用TK虾 因为我看这附近很多障碍物 所以用这种东西比较好藏勾 然后闻起来 还有一点臭脚丫的味道 可能鱸鱼喜欢吧 有没有看到 这是今天的目标鱼 一来就看到了 哎呦 黑鱸咧 我现在沿路找 因为这边水很清 所以看到鱼在下竿就好了 有一尾 中 中了 黑鱸哦 欸 水沟鱸呢 不错哦 会咬会咬 我看到至少三四只在这里面了 应该还蛮多的 来 瞳瞳看 用短竿的好处就是 快速可以到标点 中 中 哦呦 爆水表耶 哎呦 爽耶 爽 小黑鱸一只 很漂亮 这个体色看起来 不像野生的 有点灰灰的 可能真的是从上面养殖场流出来 吃啰 吃啰 丢 吃啰 丢 丢 又中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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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边好多哦 那么多 只要标点判断正确 自鱼就起来了 我现在就找了一些比较深的地方去弄弄看 哦靠 这边好几只黑鱸啊 这都是哦 哦 这边都是 我是来到日本的吗 哎呦开稿哦 奇怪怎么会不咬 哦 来了来了 中 来了来了 中 舒服哦 原来他们刚刚是吓到了 弄了一段时间 中了 他们现在心情平复之后 就开饭了 漂亮 好我现在人往后退一点 不然他看到我可能就不咬了 中 哈哈 拔到他 终于中了 看到下面有两三只下去掉 会怕鹅呢 我想说出生之毒应该不会活啊 对 克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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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真的会吃解夫呢 来咯 又一尾 好小can啊 不過很漂亮 會吃就好 喔 會看喔 吃了 走 喔 會看喔 吃了 走 吃了很大口耶 這麼吞耶 可惜這裡太高 角度拍不太好 不然這隻也蠻水的 你比較喜歡看的 剋了臭層頭的東西 沒有吧 我都是挑過的 這邊水很乾淨 要丟看這一窩 一丟就咬 很怕耶 我一丟就嗑了 哎呦 又是一隻 很爽耶 現在目標是前面這一池 讓我放進去一下下就好啊 走 靠 一下去就咬 舒服喔 一下去就咬 看這邊如魚成栽了啦 賣一大堆 又是一隻 釣馬口一樣 我發現它在那個角落 有個回遊區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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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就拍 好爽 好爽 把它直接吃水錶 棒 看到什麼咬什麼耶 真的很漂亮 現在東北積楓來 真的能釣的空檔不多啊 今天釣完明天 聽說要下雨了 而且還有颱風來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快要到冬天了 颱風還是這麼多 再仔細開箱一下這兩把桿子喔 現在講一下這把嗚嗚喔 我個人就是需要這種短小金看的桿子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做掉的環境 如果桿子太長的話 很容易打東打西 在台灣的話 拿來水庫發掉漁虎的話 個人覺得也是OK 不過它的設計比較偏R調 Regular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硬挺的桿子的話 這一把可能就比較不符合你的需求 另外一個吸引我的特點就是 它的塗裝我覺得非常好看 像這種灰咖啡色的塗裝 有一種自然戰鬥風 優雅又不是粗廣 再來是這個軟木握把 唉唷真香 我真的需要一把這種桿子 抱歉了錢錢 再來這把Jazzle 61C 個人覺得就中規中矩啦 不過世傑的設計非常適合你去攜帶 再來是它的桿袋 真的非常有設計感 當你拿到這把桿子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 不太像釣竿 這像一個精品 非常適合收藏的精品 就算這把釣竿玩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我會因為它的塗裝跟設計 然後買來自己收藏 我這個人就是有點收集屁這樣子 然後它的乾酸塗裝走一個脆除色 一樣是有軟木的握柄 在它乾度這邊有一個 讓你在薄魚的時候可以去挺桿子用的握把布 增加摩擦力用的 這兩把我是買二手兩品啦 本來很擔心會不會收到的時候 潑潑爛爛的 還是買到什麼松鼠排變成老鼠排 所以我就請買這個客戶幫我再生確認 確認品項OK之後才下單 沒想到東西收到品項不輸新品 人家都說 招賣招想的時候我還沒想折扣 好現在拿61C出來玩超多 衝出來咬嚇死人 嚇死五人喔 這邊鐵已經稍微大一點 哇漂亮漂亮 丟又中 丟又中 真的都吃姊夫啦 好玩好玩 這乳雲會有個習性 有一隻吃之後 他被拉起來的瞬間 後面會跟好幾隻 看到了 前面有一隻 喔 姊夫直接用爆的 姊夫直接用爆的 果然 你們的嘴巴可以撐那麼大 都是為了姊夫而生的 漂亮 會不會炸水錶 天色比較晚喔 應該會待在比較暗篇一點 喔有了 馬上就中 喔有了 馬上就中 哎呀 這是 有點拉力喔 又有了 舒服 我現在偷偷的經過這個草邊 不會讓他看到我 怕會不會嚇到 還要讓他 跑了 沒咬到很兇 他們只要沒看到他就很兇 中囉 中 哇靠 丟一隻啊 舒服 又走 狂咬狂咬 這些傢伙都翻了 再來喔 用這個水坑 看一下我會不會回魔 走 又有了 這隻漂亮耶 這個就很野生的顏色啊 超野生的顏色 這個綠綠的超美的 這個體型在這邊算良型的 不過鱸魚還可以長更大 好 開吃開吃 剛好沒有吃中餐 就抓一尾來當一下我的中餐吧 我覺得這種養殖的鱸魚喔 吃起來味如焦辣 沒什麼風味 但是肉質上是不錯啦 鱸魚在一些板頭上面很常出現 聽他講他養殖速度其實非常快 還有一年就可以上市了 像這一區大概三四百克 一個煎鍋剛好 那當然在市面上大概會到六百克一千克左右 我也以為這邊山泉水 所以吃起來鱸魚會非常有味道 還好 真的是 沒什麼味道 整條尾巴直接塞進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肉 非常紮實 只是真的 吃過海水魚之後 就覺得說 這種淡水真的沒什麼 所謂鮮味 好啦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這邊就結束了 那片尾的部分有好看要抽給各位 就是我使用這把Jetset 6ac 直接抽給各位 大家只要到Mindad粉絲專頁按讚 然後follow一下他們的抽獎規則 就有機會得到這一把水夠辣的竿子 再來我專屬優惠碼 只要你在買的進行代購的時候 輸入我的優惠碼 就可以獲得一些折扣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ad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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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